救难人员全副武装来到苗栗里鱼潭搜寻 因为有人报案 在13号下午 一名工人自驾小型动力艇在进行清育作业 不久后就被人发现 动力艇上的清育人员不见了 而且呢也联系不到人 担心是在工作中落水 于是打119报案 因为无法设定落水点 无法设定搜索热区 潜水人员呢 从他所乘坐的船艇随后停靠处 靠岸边下潜搜寻三人次未发现 随后扩大搜寻范围 因水深超过45公尺 踩水面搜寻搭配使用霸王沟 到晚上6点人未发现失踪者 目前出不了解 失踪的是22岁的刘靖工人 他是彰化人 今天呢也会继续进行搜救工作 希望会有好消息 也会继续进行搜索热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